不买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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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们 这里是正 相信大家这几天已经看过很多关于R5和R6这两部相机的视频了 那我也就不在这里多介绍他们的参数 直接开始 瞎逼逼 在聊R5这一个相机的时候呢 有一个完全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它的8K 然后网上吐槽最多的也是他录8K的时候会发热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完全不重要 无论是8K这个功能还是他录8K的时候会发热 我知道8K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随着5G的普及呢 因为传输数据的速度会变快 那传输数据的数据量 当然 就会变大 所以说8K在未来肯定是 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但是我觉得在2020年现在呢大部分的用户是完全用不着这个8K的功能的 无论你是从 拍摄的角度还是从观众的角度 8K都 不会成为这个相机的主要卖点 最主要的因素当然就是因为它 非常的 能量的 占空间 录制一个差不多20多分钟的视频你就会塞买一张512GB的储存卡 我做一个不严谨的计算 我算它512GB可以录30分钟视频 这样的话 你差不多每分钟要用到18个G 然后每秒钟大概是300MB 你想想 如果你看一个视频 每秒钟 要浪费掉300MB的流量 都不说普通的手机了 就说家里的宽带 或者说 你那些老旧的机械硬盘 都不一定有这么快的传输速度 所以说在大部分剪辑软件都没有办法正常的剪辑8K的情况下 对一部这么小的微单来说 能够录制8K视频 会发热这件事情 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8K更多的意义上是炫技 还有 为 它的超彩阳4K来做服务的 根本不是主要的卖点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呢 这一次 最大的升级还是他们 4K的拍摄能力 无裁切的4K 虽然说 R6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裁切 但是 其实是完全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就1.07倍 反正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当然我觉得 R6这个裁切 应该也不是硬件上的限制 可能更多的是佳能在为它的产品做差异化 做出来的那么一点点的改变而已 其实R6这个4K的裁切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成跟那个 机顶显示屏一样 的一个市场差异化 毕竟说 实话 我觉得如果佳能要把那个显示屏 加在R6上面也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当年R出来的时候 价钱 跟现在的R6也差不多 而且体积也没怎么变 但考虑到之前 佳能连4K24帧都要 后续升级再开放给你的这种操作 我觉得 一点都不奇怪 它能够做出这么一点点的裁切 来区分市场 其实 也算是一个 常规操作 扯的有点远 现在说回4K 4K的话呢 上一代被吐槽的很多的就是没有自动对焦 然后有裁切 那这样的话 其实这一代就完全都把这两个问题 给解决了 而且像佳能的双向速对焦 实力好评 好吧 非常的稳 但是 如果你回头看一下的话 嗯 好像索尼 A73 早就已经给你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升级的就是他有机身防抖了 不追不回 真的牛逼 看着皮老师的样片 他居然手持 在一辆拉力车上面 就这么手持 然后视频还非常的稳 超牛逼 真的赞 以后 不用带稳定器出门了 牛逼 当然我也看到有人在讨论他们两个的像素 R5的像素没有什么好说的 4500万 你像以前老的EF镜头群 可能都不太能够满足他的SIMO 那 R6的2000万像素呢 是大家争议比较大的 说可能是不是少了一点啊 我觉得 完全没有必要去担心 毕竟他是跟 EDX Mark III 同样的镜头 不是同样的SIMOUS 他同样的SIMOUS 你说 你有听过有人吐槽 EDX Mark III的 画质不好吗 对吧 所以2000万的像素 这一批 第一批的电子产品 因为制作工艺还没有那么成熟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小的问题 而且接下来 索尼也要发布自己的新产品 我觉得大家可以等一下测评 或者说是对比视频出来 再说了 现在 预定也没有什么优惠 还不如等一下说 马上就要来的双11啊 或者说是感恩节啊 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划算 当然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小伙伴在说 可能会涨价 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 希望家能不要打我的脸好吧 毕竟因为这种全画幅的V单 不是生活必需品像手机那样子的 你可能100个人1000个人里面都找不到一个要买这个相机的人 所以他要加价 我觉得应该 不会 而且像买相机这种事情呢 你不仅仅是要买一个机身的 你还要考虑镜头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没有那么高的追求的话 对4K啊 这种录制视频 没有那么高追求的话 你可以转头去看一下RP啊还有R 他们现在其实也降价蛮多的了 而且你省出来的钱可以去买很多其他的镜头啊 毕竟 毕竟镜头其实是比你的机身保值很多的 对吧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见 Cent